台湾枪撞上东北画 陈云俊遇上郭世强 当风马牛不及的两个人相遇 碰撞出的感觉就好比腾盖儿翻唱隐形的翅膀 大师的荒诞 有种奇妙的违和感 这对师徒的相遇只能说相见恨晚 陈云俊各项数据发生质变 也是从老叔挂帅广州开始的 这个赛季的陈云俊高光表现更是越来越多 在广州龙师扮演的角色 也没有人能够媲美 不论是从直播画面中的印象流 还是从数据上刻画的陈云俊 你会恍惚这不就是广州版辽宁男篮球队大脑吗 这不就是一个如同郭艾伦般的攻坚力气吗 视为至极者死与为跃迹者荣 陈云俊正在回报郭世强的信任 常规赛12轮战霸 陈云俊以10.94助攻 登顶联盟助攻榜 双杀吉林两场比赛 陈云俊统治关键时刻 突破上篮绝杀 让人赞不绝口 莫杰连得11分 带队反超 犹如天神下凡 在郭世强竞赛的无常比赛中 广州四胜一负 陈云俊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 真正的团队指挥官 身高1米82的陈云俊 没有天然的身高优势 但是他的力量和速度 弥补了与别人的差距 实用而不华丽的持球突破 运球后的急停跳投 偏美式的打法 观赏性十足 都在说陈云俊是翻版的郭艾伦 但是与郭艾伦相比 没有他 辽宁仍然会是一支禁令 但是没有陈云俊的广州 会是一支人人可虐的弱队 排完墙也好 东北话也罢 在篮球的世界里 有些人 有些心 自然会相互吸引 有些话 不需要说出口 就能领悟 来自宝岛的状元狼 和这只状态正热的广州龙狮 已经在路上了 一些人一座城 欣然接受碰撞出的火花 继续书写 属于他们的篇章